同学们一个个倒在地上 引起在场民众好奇为观 不过别担心 其实这些都是朝阳科大传艺系学生 和台中捐血中心合作 发挥巧思 学习广告快闪手法 搭配鞋宝宝公仔 宣传捐血活动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 那民众出来捐血的医院比较低落 那所以刚好借由在捐血月 每年过年农历之前的时候 我们来办一个军血活动 那今年12月24号 刚好今天也是在圣诞节前夕 最近的气候非常冷 那军血的民众医院比较低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为了 募集血液的库存量 那借由学校的同学互相的来推动 那鼓励了同学来军血 响应军血 血不是每个月都会有流掉 那不如把它卷出去 就是它也会新陈代谢掉 那就不如把它卷出去 每逢农历年前 是血库最短缺的时候 为了能够及早储备充裕的医疗用血 台中宣学中心 特别和草原科大合作 结合年轻学子的热情创意 希望鼓励更多师生响应 在每一年都有开一个传播服务学习的一个课程 那每一位同学都可以选择他们想要参与的主题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学习课程呢 可以把我们传播系所学的 不管是计划啦拍摄啦 或者是活动的一些执行都可以实际的展现出来 那同学也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些这种参与感 能够请会到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给他的协助 蛮辛苦的就其实办一个活动这样下来 其实就有一些东西不是理所当然 就是也是他要蛮多东西 可能现在看到的是这样 可是其实他在前面是花很多时间做出来的 校方表示将在校园内展开为期三天的 捐血推广活动 学生也会安排一系列精彩表演 并且搭配抽奖活动 欢迎年轻学子一起纠团捐热血 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